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隻林鄭在上星期公佈了兩項新的防控規則 她故意放生畸場和觸管 不知為何特別優待這兩個行業 來到今天 最後林鄭就刮了自己一巴掌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記者會公佈 原來他們發現有一個卡拉OK的小型爆發群組 事源於3月24日 有7個人去到尖沙咀的Redmister唱棋 後來斷斷續續有5個人 包括一男四女中了 這當然反映出 在相對密閉空間的環境中非常高危 而且根據資料顯示 當晚其中一名參加者已經有徵狀 其餘四人陸續在3月27和28日發作 很明顯這一個人是類幾類人 所以為何整個社會上有人呼籲 千萬不要再聚集 因為根本上你不知道 跟你一起進行社交活動的人 她到底是有事還是沒有事 或者有事她就死定隱瞞你 那時候就非常冤枉了 但是林鄭你作為一個特區政府的行政首長 你也要有這種前瞻性 你也要有一種先見之明才行 怎會特別豁免到某一兩個行業呢 很明顯現在就告訴你 感染是無分場合的 不會說在卡拉OK或打麻雀的時候 就會沒事的 到底林鄭是基於什麼因素 特別因素給你兩個行業來營運呢 大家都是娛樂場所 為何這個波樓和專訪就不給開 為何竹館和機場就給開 你絕對是有責任向市民解釋清楚 你這個措施的原意到底是什麼 你為了防控的目標 沒有理由封些又不封些 而且最佳的辦法 一定不是像你搞這些半桶水措施 而是一刀切 說過很多次了 既然她唱K也有機會出事的時候 那一樣坐巴士也是一個相對密閉的空間 坐地鐵也是相對密閉的空間 每天這麼多人上下班 每天這麼多人通勤的時候 那些市民一樣是暴露了自己在一個非常高危的位置 公務員和大機構大企業的僱員 就說可以在家工作 那一般的打工仔女你說怎麼辦呢? 林鄭月娥到現在這一刻還是不肯全面停擺 很明顯你就是非常自私 就是不想背飛上身 不想洗一大筆的公帑來補貼僱員和企業 就是這麼簡單的 接下來就要看看那些刁民如何濫用家居隔離支援服務 特區政府自從2月初開始 就對所有從大陸入境的旅客 就要實施十四天的強制家居隔離 到了3月19日的時候 這項措施就擴展至所有來自海外的旅客 根據現行的機制 那些家居隔離的人士 如果是需要物資的支援 民署就會轉介個案給社署來跟進 並且由社工負責買東西和運送物資 這項措施如果不是遭到濫用的話 本來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世事又哪有這麼完美呢? 到底那些刁民如何攪盡老汁 要在家居隔離支援服務當中取得好 主要集中在幾方面 第一 就是有些人在完成了十四天的家居隔離以後 故意再走回深圳灣大橋 又回到香港 變相可以免費地連續申請的物資 不斷打電話給社工 叫他們買這個買那個 當然這些傢伙拿得好處 又怎會買一些便宜的東西 到底他們曾經向社工要求買什麼上門呢? 根據華園會的調查顯示 他們買很多東西 包括生日蛋糕 日本的珍珠米要指定是珍珠米才吃 三文魚扒、牛扒、五花腩 吃到肚滿腸肥 飲品要喝什麼呢? 真是刁鑽 又要喝紅酒 又要喝啤酒 然後有些人要求買電器 真的 上得床來就牽皮靠 你免費拿物資 他就什麼都買了 買電視機、電磁爐、電飯煲、熱水煲 還要原裝的iPhone充電線 為什麼他不買iPhone呢? 還有其他類別 包括護膚品、底衫庫、床單、枕頭 要零用錢、SIM卡 總之什麼都買一餐 這些根本就是刁民 叫社工買完的 全部都不是生活必需品 甚至乎是奢侈品 叫人買紅酒 真是吃懵了你 難道你在十四天裡不喝紅酒會死 這些人很離譜 根本就是刁民 而你達區政府也有問題 在你制定所謂家居隔離措施的時候 怎會想不到這些問題 我當你就算想不到 這個措施已經行了大半個月 兩個月都來頭了 你原來也發現不到這些問題 或者當社工上報問題給你聽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改善意欲 起碼要有一個指引出來告訴別人 什麼應該買 什麼就不應該買 不單止這個指引要給社工看 還要給家居隔離的人去看 但今天就很清晰 免費的 免費就不需要那麼多 有沒有搞錯 現在要求買電視機 這些人真是發達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不單止是自己這樣做 而且有些人 甚至乎根據一些社工自己所說 有些人招待大陸的親友來香港 做家居隔離 因為填補他的地址 用這麼刁鑽的方法去科索社署 問他免費新領物資 特區政府有沒有堵塞過這些漏洞 其實最佳的辦法就是 就是一刀切禁止所有非香港人入境就可以了 就是林鄭月娥特地要和香港人鬥氣 特地要攪拌才不肯去做 機場口岸你就已經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了 但是港珠澳大橋和深圳灣口岸 為什麼你不去禁止外國人或者非本港居民入境 就算你禁止他也不會違反基本法 你是不肯去做 你要顧著北京的感受 你要顧著中國人民的玻璃心 你要顧著小粉紅 這樣你就會有這些漏洞出現 他現在有個社工說就是一單 實情有多少單都沒有統計 特區政府就花這些無謂冤枉錢 錢應洗則洗 但不是在這些地方 而是應該整個社會全面停擺完之後 就向那些僱員和企業作出支援 這些就是應洗得洗 你現在搞這個所謂的家居隔離支援措施 根本上就是冤枉錢就花了很多 但是防控目標完全達不到 用兩個字來形容 就叫做浪費 接著我們再看看關於袁國勇教授和他的研究團隊 利用了倉鼠進行實驗 他大有發現 原來在發作的第七天就是轉捩點 到底是會好轉還是會惡化呢 就是看第七天 我們看看袁國勇教授怎麼說 他就說 倉鼠在第七天的時候就開始好轉 情況就好像人類 捱倒七天就很重要 如果捱倒七天就一帆風順了 但是到了第七天不怎樣插口就大件事了 因為長時間的插口 肺部會嚴重受損 大部分的年輕人過了七至十天就會好回來 在這個實驗當中 他同時做了另一件事 就是把八隻有事的倉鼠 和八隻健康的倉鼠 困在同一個龍的樹 後來就發現到 那八隻原生是健康的倉鼠 都是遭受到感染的 不過徵狀輕微 可以反映得出 那個傳播率就相當高了 袁國勇教授就說 要控制情況就要做好源頭管理 但是在3月19日之前 從海外回香港的人 就不需要家居隔離 也不需要進行這個測試 造成了社區的爆發 現時要控制社區爆發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接觸者即時隔離 而且要大規模地做測試 不過現在的測試量當然是非常低 但是衛生防護中心的王家慶總監 他還提出一個觀點 他就說 香港目前做了九萬個檢測 即是每一百萬人口 已經有一萬二千人做了測試 他還用韓國來比較 就說人家每一百萬人口的測試比例 就不足八千人 相信香港就已經是亞洲第一和世界前列 你是不可以這樣比較的 王總監 韓國是說每天做兩三萬個測試 而且集中在一些重點爆發的地方 比如說大休和首爾這些城市去做 人家那麼多的窮鄉僻壤 難道又做了一份嗎 那些是無謂的 那些是不需要的 而且韓國大香港那麼多 你香港豆腐卵那麼小 怎麼比較呢 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 更何況就是 人家的人口基數大那麼多 五千多萬 你怎麼來比較呢 你就找每一百萬人口做了多少測試來比較 是不是愚蠢的 人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 自然比例上就會少過你 但是人家的防控工作 就是遠遠超越了香港 本來他就是有一個危機 但是現在很明顯化解了 那條的所謂的個案曲線 已經是平坦了 你找什麼人來比較呢 一會兒被林鄭看到 哇 亞洲第一 世界前年 又在這裡懶惰了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